煙霧弥漫警报声大作 民众用跑百米的速度冲去救人 只见男子头部已有撕裂伤 快要失去意识 另一头 民众惊慌大吼 只见大家起手八脚赶快救人 整间餐厅的天花板已经砸落 俄罗斯在瓦格纳一日判定事件 正式落幕后 变本加厉地轰炸乌克兰东部 乌东的克尔玛普尔斯克市中心 就被俄罗斯的S300飞弹击中 在当地时间晚上7点32分 正式用餐时段 一间人气餐厅被飞弹打中 慌忙中一名妈妈抱着受伤流血的女鹰往外冲 才八个月大的女鹰在轰炸中受伤 衣服上的血迹触目惊心 全部人都还在惊吓和口拒之中 还有人是被埋在瓦力堆下 事实上这并不是俄罗斯第一次把克拉玛 托尔斯克的平民区当成目标 只是这一次刚好又是许多人认为前线状况 俄罗斯这样的行动等同又开始进行无差别轰炸 CN主播在另一座城市地面波罗就直击俄罗斯攻势 一路夜就是武警黑暗 因为已经被炸到停电 当地还实施宵禁 战况丝毫不见好转 前美国国防部长批评俄罗斯的狂轰烂炸不容于国际社会 只是现阶段乌克兰也只能埋头反攻才能压制俄军 乌克兰第三独立突击旅在巴赫姆克豪沟和俄军激战 乌军士兵分别在豪沟和地面分头进攻掩护 一阵枪战交火后找到俄军右侧攻击出现破口 一股作气赶快推进 没有想到此时一时大意飞来可手流带 这头有乌军被炸飞了 其他人则是继续推进火灼俄军 乌克兰参谋总部证实 近日在瓦格纳之乱的纷扰下 确实对反攻有点帮助 在乌东乌南反攻都开始出现了成效 令人振奋的是乌克兰还声称 英国援助的飞弹风暴之影 命中率百分百是新抗恶神器 乌克兰宣称重创恶军 此时又再迎来一批新的补给 美国加码5亿美元军援 包含装甲车及防空飞弹 要继续补足乌克兰的反攻弹药库 TVBS新闻总部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BS新闻军 军众纫众众币 我们下载TVBS新闻军